好 那我们开始 我们今天来这一边看到很多年轻的同学 已经在这个分享FIRE的应用 我们的目的是说希望招募更多的人 来在这个医治标准的领域发展 所以我的主题是这个 医学资讯标准的教育推广 OK 好 OK 好 那这个是agenda 就是什么是医治标准 那他的机会 那还有他可能是说如何参与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入门的课程 那还有可能是今天那个连老师 一直在介绍的这个连测 那连测之前的话 我们其实是要把标准顶出来 里面有很多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工作小组这样子 因为医治标准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 那其实是在全世界 各个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 其实是还有很多标准规范还没定 OK 好 那这一页就我们就跳过去 因为前面的讲者已经都有讲 就是现在的这个 尤其是台湾 我们这一些包含基因 包含这个影像 包含历史这一些都是资讯孤导 资讯孤导这样格式都不一样 都是专属的系统这样子 那而且这边的话可能是因为现行的系统都是大多都是资讯人员 可能有的甚至能力很强 可是不受医治标准 所以那制定规格 所以这个东西就产生下列这一些问题这样子 可以好 这个 而且这个它有一个趋势 就是其实我写的这个资讯系统写的再好 可能是这个东西 没有标准的话 后续的话就会被取代掉 被这个需求者被市场取代掉 这个是很多台湾的这个资讯人员 在或在医疗资讯不晓得的 然后我们长期观察这样的一个状况 再看到下一页 这样看 那医治标准 可能是主要就分这个叫 不是 现行的医院资讯系统就分HIS跟PAS 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台湾当然每个医院都有HIS 大小医院都有 可是它没有基于国际标准 它是 就是主要是我们卫福部的规格这样 制定规格 卫福部又 卫福部相关的部门又有不同的规格 所以那就因为没有标准 所以做得再好也没有办法 可能是移转到国外 因为接不起来 接不起来 那台湾也有一些 其实也有这个PAS 医学影响系统 它都是基于这个DICAN标准 DICAN标准 那这个 所以不管国内厂商的开发的PAS SYSTEM 或国外厂商开发的PAS SYSTEM 都是全球销售 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一个东西 假如是在医学影响领域的话 基于DICAN的话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下面这些是一些机会 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HIS里面 也会有很多的子系统 那现在的话 其实也不止台湾 应该是全世界很多专业领域这一边的话 没有完善的这个系统 那尤其是在台湾 我们医院里面夹到一家医院去看 他会跟你讲 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一系统 有大型医院自己开发的 可是这一些厂商不熟这一些资讯标准 所以开发出来的东西的话 通常只能在哪一家医院用 那可能是他的市场非常小 类似这样 可能这一个状况 那到下一页 那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图 因为这个图已经快十年前 这个是 可能晚一点那个林老师会讲 有一个叫IH的计划 他们是针对各个部门 各个不同的领域的话 定出他的一个标准的整合规范 整合规范 这边有十几个 就是说他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 不是到2014 这个是2014的图 可是到现在的话有规范 那以前的话传统是基于这个 传统的DICOM跟H07 那我们以前台湾的话都没有基于 这个资源这个标准 只有DICOM影像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后续 这些系统都是基于新型的标准 新型的医治标准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领域 在影像相关领域的话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专业的应用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真的是没有 很少数有资源这个可能是 旧的影像相关的标准 就代看的标准 那我们希望说后续这些系统 都是基于新型的医治标准 比如说是Fyre 还有一个DICOM Web 那这个假如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一片蓝海这样 里面的东西很多的很多东西都还刚开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可是我们就是还很少人 很少人去开花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宽广的蓝海 不然再精准医疗 智慧医疗 远距IoT等等等等等等 这一边的话 那可能是这边目前的话 其实是我们上面这些国内外 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开发案 可是假设基于我们的Fyre 或DICOM Web的话 这边的就还很少 那我们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样可能是 就是我们IT人员不熟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是这个 而且台湾的Keith 这个也是要改变的 不支援标准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不支援一支标准开发系统 很OK 就是可以 可能是这个状况 尤其是台湾医院里面 这个执行系统都是这样 都没有标准 甚至我们的另外一个 可能是我们可能是再骂一下 我们的卫物部 他当初也宣导说 很OK 我就不需要支援这个国际标准 就可以做 确实是可以做 可是就是说 到时候就是造成今天这样整合困难 那再来也是一个产况 我们就是 所有做一支的都是麦干工程师 做完的话市场很小 他没有办法 可能是获利很大这样子 那而且可能是 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被这个市场淘汰 我们台湾资讯化很早 医疗资讯资讯化很早 在国际上 在他十几二十年前是很骄傲 我们可能是这边欧美都还没做 我们都已经做 可到了今天 因为市场的原因 可能是市场小 那可能是这个东西没有标准 我是在台湾做就慢慢的这一些 就以前做Kiss的这些老前辈就很可怜 那还有可能下面有一个案例 最早我晓得某一家医院大概30年前做这个影像数位化系统 那时候DICOM刚出来可能是他就没有预计DICOM 因为这个东西要去K这个很难 那可能是他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是自己制定规格 可几年后的话 现在全世界就整个台湾全世界的这个影像系统都是要支援再看 所以也被淘汰掉 那也不止我们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范围 这个是一个Apple的这个方案 2014的方案这样 那他的话是制定规格 有一个IOS Hell Kit 这一个这一个 那可是到了2019之后 不管是Apple Google 这个刚刚也有提全部都是基于Fyre 那除了Apple 那其实也是怎么讲 下一张应该是下一张 这个我就不连结进去 这个东西在2007、08的话 这些都是国际大厂 都有相关的云端的solution 可是到目前的话都已经 他们还是有推 就是都转成要支援Fyre的这个规格 这两个都是他们制定的规格 而到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的认知就是都是被市场淘汰掉 那台湾的案例就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是这边的 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院 可能是提的都没有标准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边我们要提的是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希望基于这个标准来做 可是到目前的话还是很少 就是说目前标准规格是很少 就是懂得的人很少 那那要如何来懂 第一个可能是这边我是简单列一些方案 第一个是说假如你去问一些 比如说影像协会的专家 或几年前大概十年前的话 我会跟你讲你就是去KDICOM的文件 或我们会有一些去国际标准组织 介绍的这些专家介绍的 我会给你一些可能是这些讲理建议 或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CHART GPT的建议 基于这样来K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大概是一二个方案 我们今天要推的是另外一个方案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 CHART GPT介绍的方案 他是因为CHART GPT 我是用第三版的 所以第三版还是第四版 所以他的资料是到2021 所以他算一个旧时代的一个专家的建议 这样子看 那我们觉得在现代的话 应该是我们今年是23快到20了 应该不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HART GPT的建议 假设要开发展你这个 代砍比我要多少时间 那像第一点就可能是跟专家的建议就很像 像我们影像协会专家的建议就很像这样 要花可能是一段时间一两周去了解这个 不过这个时间是骗人的这样 影像协会就是熟呆堂的人 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一两个礼拜你可以了解这一些东西这样 类似这样的状况 可能是即使是英文很好 或这个资讯人也很强 我也觉得不可能 我们估计是要三个月以上 类似这样 那再来是开发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假设真的要灵活应用 开发Dicom Viewer的话 大概可能要一年的时间 这个下面是我的注解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这边是元序这一个 可能是这一个 那这个所以Dicom Viewer的话 它整个估起来 这个是CHART GPT估的 大概要6到12周的时间 来发展这个可能是这个系统 那其中的话可能是了解这一些东西会花了不少的这个时间 可能是Dicom的简单 可能是刚才的第一点 抱歉第一点还有可能是这个第四点这些都是Dicom的结构 那可是这边要注意就是说像Dicom Viewer 可能下午会讲到 或这边都已经有很多商品跟开源的系统 那哪一些是新的挑战 需求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Dicom或FIRE的话 来发展这个影像结构化或标准化的这个系统 那我们不同的这个医学影像 CTMR 不同的人体部位 不同的疾病 他需要的这个可能是 报告模板 或者他需要的规范就不一样 我们可能是有去估一下 至少数百种以上 商会有这样的标准 这个可能是这个标准化的报告 那可是他的开发挑战度老实讲就蛮高的 他可能是要跨领域 资讯医学标准这个等 要可能是来合作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又去问那个Chart GPT 这样子 假如要开发这个结构化 标准化的影像报告系统的话 可能是就是说 假设是在座的IT人员 单纯IT人 要守Dicom 守 比如说以胸部X光判读为例 那开发一个这个胸部X光的 这个Dicom Structural Report 要花多少时间 至少这样子 我的认知可能会比这个更久 尤其是在这一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是真的是蛮复杂的 因为胸部可以看很多很多的奇兵 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复杂的 那也进于这个我后来想一想不对 这个东西不应该是IT人员辛苦去做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又改了一下 改一下 这就是应该是说IT人员跟熟悉胸部X光的 这个合作的这个医生去 来发展 比如说这一边的话 假设是 就是 这一些 比如说这个Dicom的模板 或刚才可能是前面讲者讲的这个FIRE模板 这个由医师来整理 这一边的话是这个恰的 所以至少要这个可能是这个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可这一边的话可能是 医师要花三个月 医师的这个人力其实是好很宝贵 而且相互要国东协调 这个不是一个很 简单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那还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这样 可能是这边也是我们要宣传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前面有几个讲者有那个介绍Genovo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讲者介绍这个财经的 那他们其实已经在那个领域很熟了 这个就是医治标准加很熟 那在影像方面的话其实是也有不少 我们对这些人很熟 那在开发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觉得最难最难的是定这个规格的部分 那所以我把这个 问题又改一下 假如是熟悉这个医治标准的专家 引导这个来提出这个 可能是这个 那在把这个规格定了之后 再由这个熟悉城市开发的人来做 那这边的话 我觉得他目前估这个时间是合理的 可能是这个东西 假如有这些规范出来的话 我甚至有可能是在一个月以内的话 把这个系统做出来 那前面这边的话其实是 就是说初步 这个是初步 这个应该是一跟三 一跟三这个可能是要 初步出来之后 可能恰的GPG出来的东西 不能完全相信 其实是出入蛮多 等一下会看到 那可能是这边的话 可能是要经过一些专家 来审核 这个可能会花不少的时间 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我可能是就没有秀全部的结果 那假如在座各位有这个可能是简报 或者说你们可以Capture 一样这些问题是问这个可能是 AI chart的GPD 那他的话问的方式 其实也不限于X款 他的原 原则就是这样的 我可能是针对某一种检查 或某一些疾病 那可能是这边列出来 那针对这些疾病的话 可能是这个可能是AI回应的结果的话 我再去选其中一种去提问 比如说这个是肺腫瘤 那肺腫瘤我再去提问说 他可能怎么描述 那这边的话 描述里面的话 我就问他有哪一些医学术语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就是延伸 他可以应该类似的模式 可以应用到很多的 这个影像检查 其实进一步沿用的话 可能也到不就是一些 医疗诊断治疗的话 都可以问出一些 这个可能是一些专业的东西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是 刚才这些问题 最后 最后一个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肺结结的话 他需要的这个医学术语 有哪些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叫IT人员去看 胸部X光诊断的这个书 哇真的是非常厚 那个可能是真的是很难看到 这个 那可是 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正 完全正确的 里面的话 可能是有一些出入 出入 那可能是我 初步看的话就有一些出入 可是就今天不细讲 这样 因为 可能是 这些东西还要经过 专业的人员去審查 不过医生 医生给他看到这个 他就会很兴奋 然后就是 这个哪一些 又不对 要他自己去写 很困难 可能这个 假如是来纠正的话 应该是可以 在很快的可以纠正 类似这样 好 那这个 好 可能是这一边 这个也是 这个 就是 假如是 Nagio Nagio其实是一个肿瘤 这边有几个词 一个是他的边界 一个是他的形状 这个也是 Charge GPT 问出来 他可能有更多的这一些东西 那 基于这一个的话 我再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设是 假设是 我要等于说 这个 Nagio 假设 医生看过之后 他可能边界的形状有这几种 那他的这个 边缘的话 有这几种 那形状有这几种 那 我想这个东西的话 主要是用 File的Observation描述 那他的话可以就是产生哪一些结果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 产生的结果就在这一边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从 这 Charge GPT 上 截入下来的 他在强调 是有一个模板 不一定正确 我看的话 假如在座有些专 File的专家就晓得这个有出入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 我个人是觉得已经是 堪用了 就改一改 假如熟的医治专家来改的话就很快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个是Jayson档 就FileObservation的Jayson档 针对这个 让的 拿久的这个 边界跟形状 定义出来的东西 这样 类似这样 那 再的话 去上面这个东西 我还可以轻一步 因为这个东西假如下一步 就是很擅长的 就是AI系统 其实可以叫它再产生程式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这个 恰的GPT产生的这个网页程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 其实是我们看起来是 这个东西 在座应该有很多这个HTN 跟Jayson专家 甚至有FileObservation 这个看起来就 就我们来讲就很简单 假如是不熟File的也没关系 这就一个很好的这个教学案例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 所以从这个去做教材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 可以产生Jayson资料 只剩下这个东西 要有一个套一个这个File API上传 就可以上传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程式 ChartGPT 这个程式是可以跑的 跑出来的结果就是类似 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况 就会跑出一个网页的这个结果 那 再多加几行 这个东西就可以上传 多加几行程式 这个东西就可以上传这个资料 类似 所以总结的话 我们这边做一个总结 就是 这边的应用就很多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更多人 不然你是资讯 或不是资讯的人可以参与 那目前的话 这个状况 刚才那一个东西是 这几张投影片 其实是我昨天 好像是花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做的 所以不像他们那一个建议的的话 真的 真的是不需要花那么久 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版本就出来 好像是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是蛮快的 跟这个可能是这个 这些传统的方式的话不一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跟这两个可能是不一样 那我们希望说后续有可能可以这样的模式 协作跟合作学习 那针对这个领域非常多 可能是可以办更多的这一些 可能是交流研讨会 我们其实是来今天 我们本身是比较熟医学资讯 可是我们想到 资讯这个领域 哇真的是太恐怖了 他太多东西要学 我们希望多交流来做这件事情 这样大概是这样的 尤其是 看起来 在做的都比我年轻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 因为这个 因为年纪比较大也有一个感慨 就是什么东西是最宝贵 其实就是时间 人的时间是 都是有限的 那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宽广的一个领域 我们要很多很多的这个 人共同来参与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来做这个 那我们在这边我也 讲一下 在台湾 我怕忘记 在台湾跟在国际上推 医治标准是不一样的 国际的话 有一些 医治标准是一些大的厂商 他们会有 这个研究人员真的是可以 他可以你说 可以这个研究人员甚至聘医师进来 像刚才讲的那几个 可以做个两三年没有问题 类似这样 他们有 台湾从来没有这样子 到今天找不到这个 可能是可以聘一组高级的工程师 跟医师他做过两三年 这个东西 不行 不行 这样 这个问题 大概困扰了我们十几年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 引来一个模式来推 我们可能是试试说 我们可能是 可以有各式的这个 可能是 假如刚才的结果 我也讲一下 就是刚才那一些结果 是假在做的这个 尤其是IT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很OK的话 你就把这个抠起来之后 你也可以加了一些 问一问之后 就勇敢的去找医院 他们会很有兴趣跟你们合作 因为你们有懂Five 有懂程式 那又有一点 稍微摸到这个专业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一件合作计划 尤其是年轻的同学 你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有 大概四五年 或像台湾的话是 怎么讲 大学很好进去 那不好意思 就是朔博班更好进去 博班现在我们那个 现在的假如赖副总统 选上总统 他说要答应 说每个月要给七万的钱 念博班 所以在座的前年轻人 还没有念博班的话 可能是到 可以到七万的补助 那这边其实是 很多机会做这一件事情 他可以长期来做这一件事情 这样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一个状况 这样大概是这样 好那可是我们在这边 有一个东西 可能是这一边 就是说这边我要强调 基于这样去做 各单位去做没有问题 那在国际上 包含在台湾也一样 我们是要做出来 各个定的这个标准 是要有一致的 要有一致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在几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布局 就有一类是刚才那个林老师讲 我们有一个联策的这个机制 那这机制是完全公开的 而且我们会 假如参与的话 这个是 可是我们会给相关的经费补助 应该是会比这个 Costcom的这个可能是这个 这个Valenteer 更优渥很多的这个补助 那个Lowry是应该晓得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公渡金或者是这个 我不知道Costcom的这个 这个协作者的话 除了吃一餐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助 大概是这样 这一边我觉得 这一边列的红色的这个东西 我也很快地讲一下这个 就是你可以提需求 那你也可以来这个 可能是在定标准的东西参与协作 那也可以 当然可以参与这个做 这个 那这一边会把 由需求 那跟这个可能是一致标准专家协作 定出这个规格 规格之后 我们接下来今天 可能是 就是我们就会去做联策 然后也会去模拟 那把这个系统做出来之后 再做评估 大概是这样一个 这个机制 那这个东西的话 大概是不知道 七八年前的话 有一个规划 因为一直以来的话 在台湾的话 照国外这样推标准 其实是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 那这个东西是完全公开 所以很 就是希望说大家的话 可以共同参与 大概是这样 这边是有一些 过去几年的成果 我们就要很快 所以这个是去年 大概就有几十 三十几个厂商参与 不同 这个是其中一个track 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 我们希望从今年开始推 可能是这些 智慧城乡的 这个应用 还有这个精准医疗 里面要定的这个规格 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是很希望 大家可以去参与 那我们有一些线上课程 这尤其是这个线上课程是for everyone so for 就是任何人 就是最好是不是资讯背景的人 类似这样的 这真的 加两三天的时间 尤其是国高中生的话 其实来学这一个很有价值 我们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国高中生假设 可能是你只要跟大学教授 可能是我要做医学资讯 有刚才那些恰的GDP整理文件 可能是就可以护过他们这样 可能是这一边的话 可能是应该是就他的学习历程 或相关的东西 很重要 就很好 假如可以参与 可能是在我们联测 这一边的话 当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会给他相关的这个证书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对他的这个升学工作的话 都很有很有这个帮助 那我们也有初步规划了这些微课程 可是这一边的话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 完成这些这个这些内容这样 那这个可能就是这样的布局 会跟正式国外 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是最后一张 我们的一些联络资讯 那我们有一个建了一个这个 那一群组 我看一下这个 我就把它贴在这个这一边好了 这应该是已经建了十几年 没有十几年 可能七八年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群组里面的话 可能可以持续一个十几二十年 我们最后也是基于这个分享一下 我们做医师标准的话 不是做 绝对不是光做研究或学术上 也不是做单一一个project 不是project 我们目标是做成一个这个可能是product 这个可能是产品 初期可以在台湾用 后续的话可以在全世界的话 推广应用 因为基于医师标准的话 这就是刚就是类似我们之前的这个 我们影像协会主推的这个呆卡 我做的系统就是在全世界可以用 可是在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其实是 假如要跟国际有竞争力的话 它其实是要有一系列布局 也要有人持续来做这一个东西 那在国外的话 这一些是一些google 或者说这个奇艺 西门子这一些大厂做 那在台湾我觉得最有希望的 就是我们的学生来做 可能是比如说刚才的情境 从国中开始做 他念到博班没有问题 而且现在政府假设是没有倒的话 或者这财务没有分贵 念越高 这个收入越好这样 那他有十几年的时间 可以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其实是有机会的做法 真的是做吃这个 在全世界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一边这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 在座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没有应该是差不多了 时间这样子刚好 好 那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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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